中文字幕君 甘生行不行 賺錢我罪行 不要再被騙了 到底行不行呢 大家好 我是晴衣 一定要行 這年頭你知道嗎 台灣的詐欺犯罪 超越了這個 酒駕公司的警察 跟毒品變成第一大的這個犯罪 那不管是被騙感情 或是被騙錢 真的都是非常的心碎心傷 到底是如何被騙的 怎麼樣可以預防 不要再被騙了呢 馬上來聽聽看 我們今天來賓的血淚史 好 首先歡迎我們第一位 是琵琶女神 李雨昕 歡迎雨昕 嗨 主持人你好 好 藝人宋義章歡迎一章 嗨 大家好 好 我們作家H歡迎 哈囉 大家好 好 退休刑警 高仁侯歡迎高刑警 親你好 大家好 好 我首先也要講 大家說我在LINE上面 或是YouTube上下了很多的廣告 我一個廣告都沒有下 是詐騙集團 然後我們之前的影片 然後盜用我們的影片 然後下載去連接假的LINE 跟假的網頁 那個不是你 非常的可怕 是我帶它連到假的網頁 跟假的LINE 那總之我秋希怡財經 絕對不會去加大家任何的LINE 我的助理也不會 更不會有任何的買賣投資建議 叫去買任何的股票 不要再問我了 全部都是詐騙 我要趕快退出那個社團 你也參加了 沒有啦 好 因為很多認識我很多年的朋友 都還相信假的我很可怕 這個詐騙真的很厲害 好 我問一下我們現場的來賓 如果今天你有一個超完美對象 他對你非常的好 兩個人交往了 以結婚為前提 那麼今天他碰到一點 小小的困難 跟你說要創業 就缺了那麼小小的 幾百萬 其實滿多的 一百萬的資金 你會阿沙利借給他 來幫我舉綠牌好不好 你說沒有辦法 斷人拒絕 舉紅牌 請舉牌 好 看看 你什麼 誤會 與其會借不意外 待會聽你故事就知道 那完美對象感情這麼好 兩位為什麼不要 錢跟結婚是兩回事 一百萬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貧賤夫妻百事愛 十萬塊就會離婚了 你不要說一百萬 一百萬以後會造成 你們的一個地雷 隱藏性的一個埋在那邊 隨時會引爆的 OK 好 每個人看法都不一樣 好 與其其實滿辛苦的 你曾經因為一段感情 搞到人才兩失 怎麼開始的 其實當初我們會認識 是因為有一個 中間的朋友介紹 然後就是介紹一個 攝影師給我這樣 然後一開始他就跟我講說 就是你要做就是 因為我是彈琵琶 他說你做一個表演者 你應該要有很多 你自己的品牌或是作品這樣 那我可以幫你拍這樣 因為像我的影片 就是比較性感一點 所以我們就常常會討論說 哪一套衣服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們在討論的過程中 就已經有點曖昧了這樣 然後他就有跟我提過 就是還是我們就 可以當跑友這樣 對 然後我那時候 其實我當下是有點嚇到 因為我以為我們是可能曖昧 然後會正常交往這樣 然後他就提這樣的時候 我就跟他就是 比較委婉地拒絕他說 我想要的是有感情 就是才能發生關係這樣子 然後他就可能把他 就他誤解我的意思 或是他曲解我的意思這樣 然後後來就是 我們在有一次的 妳想得很清楚 這有什麼曲解 所以其實我講得很清楚 因為我那時候 我都想說 是不是我表達得不夠清楚 因為我又不想很 就是罵他說什麼 你這樣我覺得很噁心或什麼的 我是就是很委婉地跟他講說 我就是要有感情 然後我才可以發生關係這樣 對 然後他也說好這樣 然後結果我們就在有一次的 拍攝的過程中這樣 然後他就突然間 就想要對我做這件事情 對 可是我當下其實是 我覺得我們還沒有準備好 然後也沒有說好這樣 然後可是就有一點被扮強迫 然後就開始了這樣子 然後我是在後面 再跟他確認這個關係 因為我覺得我前面已經提了 要有感情才能發生關係 然後結果又發生關係了 所以我在跟他確認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沒有 我們只是泡椅的關係 那那時候妳應該就清醒了 可是那個時候 他會有很多的說法 譬如說他會說就是 我覺得交往是一個很 就是需要很有肩膀的事情 那我覺得我現在 沒有辦法給你肩膀這樣子 那就保持距離 對 可是我那時候會覺得說是 他也很喜歡我 然後因為很喜歡我 所以沒有辦法 給我一個很完整的就是可能 對 所以我那時候 就會一直覺得說 可能他很可憐 或者是他其實是超級有責任感的 所以害怕沒有辦法給我幸福 所以我們才沒有在一起 對 我那時候都是這樣覺得 其實是妳自己 不斷地說服妳自己 因為妳還滿喜歡他 他做了什麼事情 讓妳覺得妳願意這樣子 譬如說就是我可能就是 越進來的時候 然後就會 他就會記得我什麼時候來 然後就幫我準備什麼暖暖包這樣子 然後就是可能就是會叫外送 就叫熱湯什麼這樣 然後或者是就是 陪我講電話到天亮這樣 這還好吧 外送一下都按到 按完嗎 我就很容易 我願意跟妳聊天 對 然後就是 他就是會一直 就是都陪在我身邊這樣子 所以讓妳覺得很像男女朋友 很像 對 就會覺得是吧 因為像我身旁的 每個朋友都會覺得 他就是我男朋友 但他嘴巴上又不承認 對 他就嘴巴上又不承認 然後但是就是男女朋友的那些 該做的他就都做這樣 OK 好 所以妳傷心難過跟他分享 他也會聽妳講 會 對 而且還會主動就是 譬如說我的線動發了什麼 他就主動打電話過來說 妳是不是心情不好這樣 他說我都有在關心妳 就是我雖然嘴巴上都沒有講 可是我都把妳放在心裡 他說妳對我來說 真的很重要這樣 所以這個男生 這個待會兒可以問一下 段數滿高的 這個也不像一般的半半之交 他讓他覺得 我有 我只是有個難言之言 有什麼苦衷 現在沒辦法答應你而已 而且如果別人追你 他也會像男朋友一樣 主權宣示 超生氣 就是譬如說就是他會 就是關注我的動態什麼的 然後就想說 我今天去工作 然後可能有異性 譬如說像這樣子有異性 他就不行了 他就會說 那你如果裙子穿很短 你有沒有就是做 保護措施什麼的 那你衣服怎麼可以穿 那麼短這樣 或是你不可以漏奶 你不可以這樣 你不可以這樣 你看泡友平常管這麼多嗎 或者是他想要維持一個 長期關係的泡友 就他很奇怪 就是他 就突然間有一天 可能因為我就一直跟他 提出來就是 如果他對我不是認真的 那我就想要結束這段關係 然後他每一次 再挽回這一段關係的時候 他就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然後有一次是 他就突然間說 好吧 那不然 我們就在一起看看這樣子 然後結果我們就在一起了一天 然後隔天他就突然返回 對 最險那一天跟前幾天 有什麼差別 就很奇怪 我們就都 也沒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很奇怪 對 然後我就 因為這樣的事情 我就跟我閨蜜訴苦 然後閨蜜就覺得說 這個攝影師好眼熟 好像在哪裡看過 然後他就去問了他一個朋友 然後發現他那個朋友 是這個攝影師的前女友 有這麼巧的事情 對 就這圈子很小 然後就 他就發現他們才剛分開而已 這樣 就幫我去問 然後就發現 他們才剛分開 然後分開的那一天就是 那個女生跟他講說 他要跟他現在的伴侶 就是穩定地繼續發展下去 就那個女生也有他的伴侶這樣 就也有他男朋友 然後就他們可能要結婚 你們圈子很亂 對 所以他那天可能是 我不知道是傷心難怪 還是怎樣 所以他才就是 他覺得這個沒了 所以要跟妳在一起了 那為什麼又反悔 然後我也不知道 他後來為什麼反悔 我其實不知道 我參補透他 妳有去跟那個女生聊過嗎 不過去跟那個女生聊過 然後那女生的說法就是說 這個男生很糟糕 妳一定要離開他 因為他跟那個前女友 在一起的時候 他同時間在跟前前女友 是泡友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 就是原來這些前女友 前前女友 都是他的泡友 OK 對 所以他沒有辦法 跟誰做承諾 因為太多了 對 太多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問他 我就說 那你不是說你沒有繳泡友嗎 然後你不是就是 很節省之愛嗎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他就說 他們說我前女友 不是我泡友 就好像滿合理的 然後我就 對 就常常因為這樣被他騙 那後來妳的閨蜜 有去跟他對峙嗎 有 就後來 因為我閨蜜就一直勸我 然後我還就是 一直跟我閨蜜講說 沒有 她真的很喜歡我 她只是有苦衷 沒辦法跟我在一起 然後我閨蜜就氣瘋了 然後她就打電話給他 就跟他對峙 就跟他講說 妳可不可以離開雨溪 就妳不要再就是 繼續跟他這樣勾勾頂了 然後他還跟他講說 我不能離開雨溪 雨溪是我的責任 他不是不給承諾 還有責任 就很奇怪 他就一直覺得 他對我是有責任的 然後他就說 我不可以離開他的生活 不然他可能會去自殺什麼 他不能 他生活中不能沒有我 就是我對他來說 很重要這樣 我就好 妳有發現這個人 講的一句話 沒有一句話能聽的 對 就是有點瘋瘋的 然後就可能活在 自己的劇本裡吧 後面的故事還沒有結束 我們剛剛講 人才兩師嗎 人之外 錢是怎麼被騙的 馬上再回來 這個真的是很痛 人才兩師 雨溪以不但情感上 受到創傷 妳連妳的積蓄 都被他騙完了 對 就是那個時候 他會一直就是 用為我好的理由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應該要就是 就是做自己的品牌 所以你要多拍影片 然後把這些生活上 都記錄下來這樣 然後他就說 他會算我便宜一點這樣 所以我們就幾乎就是 一直拍...這樣子 是有多便宜 他的誠心 不要聽他講的 是有多便宜 就是可能一支就是幾萬塊這樣 一支幾萬算便宜嗎 對 我後來... 那本來一支是幾萬 我後來就是問了 就是我其他在做影片的朋友 他們就是說 一支可能是幾千塊 對 就是 這邊就開始被騙了 對 可是因為我一開始 我沒有去問那個行家 因為他講法都會像是 就是他是為我好的 所以我就不疑有他 就不會覺得他在騙我 他講什麼他都信對不對 而且我們常常就是 譬如說我們出去約會或什麼的 他就會故意約在拍攝的後面 然後他就會說 因為工作 所以我們可能要用這個場景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拍這樣 然後所以這個房間費 就是你要付這樣子 然後我就聽聽 我覺得很合理這樣 然後他也會就是譬如說 因為工作完結束之後 我們去約會或是去吃飯 他就會覺得說 是因為工作所以結束了 所以你就要... 就是你是我的老闆 所以你要付了錢吃飯 然後就可能因為他會有一些 妳這樣給他多少錢 我一開始都覺得說 他是在跟我有點像 一起創業的感覺 只是資金我付這樣子 然後我是到後面 就覺得好像真的很奇怪 然後我去算 總偷偷我大概是 光給他的錢 就不含那些開房間吃飯 還有我幫他就是 付的拉一拉扎 就大概就有八十了吧這樣 就平均一個月就給他十五這樣 哇塞 妳什麼時候清醒的 我是就是一直到我算... 就發現 怎麼會這樣子 我竟然給他已經超過八十萬 然後我覺得 好瘋喔 就是我就想說我到底怎麼了 然後因為這些事情 然後又去諮商 然後諮商又很貴 然後就是各種 全部都是錢這樣 就是我覺得我事實後 真的應該要就是 斷開這個人了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好 那我要去一個 遺忘之旅 所以我想說我要去澎湖這樣 然後結果我去澎湖的時候 他就找不到我 這樣他就瘋狂打電話給我這樣 然後就不讓我睡覺 他說你快點回來好不好 就我不能沒有你這樣子 那不然你回來 我們就好好在一起這樣子 就你趕快回來 講到都不讓我睡覺 然後就缺錢吧 那時候 這個我不知道 我沒有想到這個 我那時候只是想說 他們的反應好直接喔 我怎麼這麼晚才認識你 靜靜的跑掉了 發現這個月怎麼還沒入障 趕快靠一下 原來是就很快回來 然後還有前女友 原來是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就去澎湖 然後再加上 整個晚上都沒有睡覺 然後我隔天早上 就是開車的時候 因為就是疲勞的架勢 然後我就出車禍 然後就賠了三台吧 總共賠了五十萬 天啊 對 就很瘋 然後我那時候 還跟我媽借了十萬塊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天啊 我已經完全沒有存款 然後還要跟我媽借錢 結果我到底在幹嘛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不行我一定要就是 把這段關係結束 然後我才開始把它封鎖 妳那時候跟他這個情況 有跟他講嗎 出車禍這些事情 有 我那時候有跟他講 我那時候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那時候 就一撞到這樣 他不是一直盼著妳回去 對 然後就很誇張 就是我那時候撞到 然後我就用那個 就最後一點點意識 然後就慢慢這樣靠邊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 下面有那個水這樣流過去 這樣說是不是有 要不要爆炸了這樣 然後我就打開那個車門 這樣爬出去 躺在冷行道上 然後被送到那個急診室去這樣 然後就一直發抖 一直發抖這樣 然後而且是車上的 所有的安全清廊都爆開 就車頭是全毀這樣 這麼嚴重 就很嚴重 那我就發抖 想說我要趕快跟他講 不然他會擔心 那我就打電話給他 我就說我出車禍了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的這樣 他就說好喔 那我就先去忙這樣子 妳看怎麼樣妳在跟我講 很瘋 真的 就是很誇張 他這麼冷漠 沒有去看妳 沒有 完全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 沒有想說這個月的錢 進不來了 算了 趕快去打另外一邊 對 還有另外一邊 對 還有第二個 這真的心碎吧 心寒到幾點 對啊 然後我在 那時候我就還在發抖 就是車禍後遺症 然後我想說 算了 我還是打給我爸好了 然後我就想說 好了 算了 就是後來是我爸媽 還特別從台灣 就是飛到澎湖去 這個嚴重 對 然後就是他們怕我怎麼樣 然後再幫我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還 就是被那個車行就說 要簽本票 不然不讓我回台灣 所以這個人在妳生病的 都沒有來看過妳 沒有 渣渣渣渣渣渣 問一下H 這聽起來這麼鬼故事 不可思議 這麼有問題的人 為什麼他們可以糾纏一年多 雨昕是怎麼樣 鬼迷心窍嗎 我真的身邊有太多的 女生朋友被詐騙過 網路上八十萬 一百萬的都被騙過的 是真正被騙 然後但是像妳這種 是被認識的人騙 他們也有 可是通常這樣的女生 會有一個情況是說 她只會記得這男生對她的好 對 在鬼迷心窍那時候 所以其實發生之後 你是會被感覺迷惑 對 所以發生之後這件事情 其實不能說是壞事 很多時候那是老天爺 在告訴妳說 真的真的 她會發生一件事情 讓妳看清這些人的嘴臉 我自己也是 得了癌症之後 我會看清很多人的嘴臉 就可能我會斷掉某些關係 就是原來妳是這樣的人 可是我自己還以為 妳會一直想說 可是她本來對我很好 她可能她有她的難言之語 對 這些都假的 那要怎麼預防 像她碰到這種事情 沒有 多次 只是就OK了 多次 只是 像第二次 現在沒錢可以騙了 像 可是妳還是得要找 比如說妳還是要找攝影師拍攝 像下一次 找到一個攝影師 當她跟妳說 我報價五萬拍一次 算妳便宜囉 妳就會知道這個是假的 然後再騙人 對啊 妳就不會因為這樣而欣賞她了 對 所以經驗多還是有幫助的 或者是多去聽 多去看 不要聽她講什麼 看她的行為 她真的那麼在乎妳的話 她會為妳做很多事情 不是讓妳大大小小的 金錢實際上都是妳在出的 然後講一堆好話 好 H 我這邊要問妳 這個 H 看起來樂人無數 當然 但沒有想到妳也曾經被騙 講一個前提題 我覺得被詐騙 我剛剛就講了 這跟妳的過往經驗跟情緒 是有情感的空缺 是有關聯的 我會被詐騙的原因在於 我之前找過一個女朋友 她住在板橋 她租了一個房子 她租的那間房子是兩房一廳 然後租金是兩萬四千塊 對 就是很正常 一般的一般行情 那她租的房子 她就會講說 跟我講說她很會看房子 因為她從小到大都在外面 很早就出社會了 從小到大都在租房子 她看房子很準 然後我有一次就跟她講說 我看到了一間房子不錯 這都很久以前的事 然後我給她看 她說不行 這個天花板怎麼樣 這個前面怎麼樣 後面怎麼樣 然後這租金不合理 我說你都沒有去現場看過 你就光看圖片 我覺得我不信 因為我的判斷是 那間房子是OK的 然後因為這件事情 我們吵架了 就各自幾件 然後所以我對租房子這件事情 我心裡面就有一點點 小小的陰影在 好 然後前兩年我因為狗狗去世 我就搬去桃園 可是這又很不方便 所以我必須搬回來台北 所以我就開始找台北的房子了 然後找了找 好時不時我在板橋 又是板橋 我找到了一間 兩萬一 她剛剛租那間 她不是說兩萬四嗎 我租了 對 我看到一間兩萬一 三房 還有多一房 三十平 那算大的 算大的 然後裡面都裝潢好 裡面 為什麼忽然變成台語 裡面都裝潢好好的 裡面都裝得好好的 漂亮亮亮的 然後我就說 這個物件不趕快搶不行 而且可以發給前女友看 沒有 潛意識 對 我潛意識有這樣的心態 你看我都會租 或者我想說 以後如果哪一天遇到 你上來我家坐坐 你看 你知道這間多少 可能或者潛意識 會有這種比較心態 但是反正 我剛剛前面就講這個前提 就是因為你過往經驗 所以會造成 你那時候有一股腦就是說 我一定要把這間搶下來 然後我就看了那個 一般的租屋網站社團裡面 他的資訊貼出來之後 他的下面其實不太會有人 太多留言的 他可能就問說 以師大概一個人 有興趣大概兩個人 就這樣 那個不是 那個出來下面三十幾條 四十幾條 我開始一直增加 然後我就急了 因為我大概九月初看到了 可是他告訴我說 九月十號才可以開始看房子 就還要等一段時間 我想說九月十號看房子 可是你下面留言已經一堆了 我可不可以 我要排第一個 我一定要排第一個看房子 因為我想說 我當天去 我立刻我就下訂金 我就租了嘛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目前詢問度真的蠻高的 有些超乎我預期的人數 我想我該 我想想該怎麼樣 如果這間你真的有喜歡的話 不曉得方便付個押金 安排你先看房 合理 合理 可是付個押金 或許說押金 那我就回來 可以 那我現在付了五千 兩萬四的房子 我付個押金五千塊 OK吧 我還沒有要租 結果他就說沒有 他說他得要 一個月的押金 一個月的租金當押金 那就是兩萬四 我說沒問題 我那個時候已經整個人燒了 亂掉了 然後我就開始匯款 然後就匯款給他了 他就給了我一個帳號 給了一個帳號的時候 這個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我匯過去 錯誤訊息 就匯不進去 我再匯一次 錯誤訊息 騙兩次 沒事 其實這個時候 我覺得老天爺已經 再給我一個訊息 就是不要匯了 像出車後那種 然後反正我匯了半天 匯不進去 我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好像 沒有辦法匯這個戶頭 他就說 好 等我 你等我一下 我還有別的戶頭 這個戶頭好像出了一些問題 他就給了我另外一個帳號 然後我就匯 我這次就成功匯過去了 然後匯過去之後 他就說 就在講說什麼時候看房子 所以剛剛就是這一張 他說匯款就可以了 然後那我匯了之後 我是不是就有優先的決定權 他說會安排你第一順位 我心裡就安心了 然後匯完之後 我就爛就掛掉 我就 三房一廳 我那時候就開始幻想 這個房子住起來舒適 可是又過了十分鐘 四五分鐘之後 我就思考到一個問題說 如果他用這個方式 跟第二個人講 跟第三個人講 跟十個人講 跟一百個人講 大家會不會都會 大家會不會都會 如果都會的話 那都是什麼決定 對 如果都會的話 兩萬四的一百個人 就兩百多萬了 好像是個不錯的賺錢方法 我開始心裡面 開始產生乒乓 不太對 我就上網查 租屋詐騙 一查四個就打進去 跑出幾個案例出來 完全跟這個 一模一樣 天啊 然後我想說 所以是從東西來詐騙 他就來詐騙了 對 他 我那時候還心裡想 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就 好 我就PO在網路上 我就寫在我的私人臉上說 不是 我就寫了一個髒話 我知道 我寫了一個國罵 我好像被詐騙了這樣 然後下面就很多朋友 開始關心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那我就跟他們說這個過程 然後就有人說 很多朋友很熱心說 你給我那個LINE 我來問問看他 結果果然 你看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請問如果你真的喜歡的話 不曉得方便付個押金 安排優先看房嗎 因為這個詐騙度真的滿高的 如果當天看房不喜歡 可以全數退還給你 如果喜歡當天這個簽約 這只是其中之一 我的朋友大概有五個以上 全部幫我去LINE他 然後他全部得到 紀錄一樣的訊息 而且那個字是一字不漏 是TOPIP TOPIP PASS 對 然後你就晴天霹靂了 然後我就想說 那這下我該怎麼辦 對 那我拿不回來 我就開始問他了 但那時候已經過了幾個小時了 我就偷偷就想問他一下 我說 不好意思 我覺得我好像不適合租這房子 我可不可以不要租了 對 我不要租了 那你可不可以退給我 他說 你要退 可是我現在沒錢 我心想說 我才幾個小時 剛剛給你的 對 我才幾個小時錢 好 這時候這個 既然有人挑戰H的高智商 馬上再回來 你聽到你為什麼要對面 你走個小時 然後你又成功了 然後你再吵個快 這裡就是一個 我就說直接被過 你知道嗎 然後我照著你 他就說 好啊 那這樣子的話 我現在沒有錢退你對不對 可是我月底可以退給你 你可不可以給我你的帳號 我月底把帳 轉帳給你 兩萬四 我說好 你這樣這樣 那好 我就把我的帳號 傳過去就傳給他了 沒問題吧 聽起來OK吧 就算他真的沒傳 可是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然後我又上網 我就跟我朋友聊一天說 我就把他經過跟他們講 其中一群朋友裡面他們就說 你又被騙了 我說 為什麼 然後他就說三方詐騙 我什麼鬼 我第一次聽到這名字 三方詐騙 我關我什麼事 我根本什麼事都沒錯 然後你就上網去查 三方詐騙 然後我就上網去查 三方詐騙 是什麼情況呢 意思就是說 好 我現在給了他的 我的帳號對不對 他會拿我的帳號去騙人 譬如說他今天跟你講說 你要租房子 你要匯錢 請你匯到這個帳號來 他會叫人家匯到我的帳號去 那如果他匯到我的帳號去 譬如他如果多匯 剛剛是講兩萬事 假如他匯個七萬事好了 然後他匯進來我的帳號 他只要跟我講說 我不好意思 我多匯了五萬過去 麻煩你再把這五萬 退還給我的話 我們這種 好 平常人 一般人 我一定會說 好 我就把五萬匯出去給他 可是 人家這個被騙的人 就是他匯了兩萬事 他認定是進到你的戶頭嗎 他就會去告 他就會請他去舉發 金流查到是你 對 然後他就發現說 這個帳號的這個擁有人 跟詐騙集團是有掛鉤的 我就變成三方詐騙的其中關係者 我就是詐騙集團的議員 我會怎麼樣 我的帳號 只要我名下的帳號 全部凍結 然後我再問律師朋友 我說這個的話會要多久 他說這個如果你要去提告 幹嘛的話 至少要半年到一年 問題才會解決 那個你的帳戶 下面你的帳號才可以用 你才可以動 不然你所有的錢都不能動用 他真的有匯錢給你 他沒有匯 那個時候是半夜兩點 我跟朋友在網上聊天的時候 我想說不行 這個怎麼 我這麼積極 聰明 勇敢 健全的人 我怎麼可以這麼這種騙 我立刻跑去警察局 我告訴你 告訴你 你知道我去警察局 我遇到什麼待遇 哪個單位你告訴我 我不方便講哪個單位 我就去了 我就很著急 我就把所有過程 講一次給他們聽 結果那警察說 不要啦 這個不用備案 我說蛤 我說我被詐騙 他說沒有 你沒有被詐騙 他錢還沒有還你而已 我說不是 我說三方詐騙 他又要了我的帳號 他說沒有 他也還沒匯成進去 對的 還沒構成事實 我說可是 等到他構成事實之後 我就會被帳戶凍結 那你們警方難道是等著 案件發生 你可以預防他的 你可以像那個關鍵報告 像TOM COUS一樣 你可以對不對 就這個人已經先來這個登記了 他已經可能是被詐騙了 對 你至少背個案 對啦 結果他勸說 我說沒有用的 我跟你講 LINE 臉書 這種總公司都是在國外 你知道如果我們要申請這種 檢調那個文件的話 我要先申請到國外去 國外再說你過來 光是那個流程 就要跑好多個月了 那還是要申請 然後他就講了一大堆 然後就跟我講說 這詐騙你幾年了 沒有 他教我 他就教我 我應該先跟他講 如果你幾月幾號 沒有還我錢的話 我就要報警 然後如果對方說好 然後如果真的到那個時間點 他真的沒有還我錢的話 我才能夠報警 這個時候我才能夠備案 What the OK 了解... 對 然後所以我最後 我就被警察講了一番話 講完之後我就 好 謝謝你的教誨 我知道了 被洗腦了 對 我被... 我被教訓了一番 我就回家了 可是... 天啊 可是半夜兩點多三點 回到家 你要想說不行 我那個帳號給了他 如果他真的會曾進來的話 那怎麼辦 還好這個時候 我還是小聰明 天真聰明的 你想到了 我還是想到一個辦法 我隔天早上立刻起來 我去銀行 我把這個當戶給他 停掉... 直接停用 我把錢全部領出來之後 我再開另外一個新的帳號 反正其他 比如說跟一些公司 一些轉帳的東西 只要再改 至少我把這些東西做完就好 他匯不進來 他們匯不進來 我換他新的帳號去 聰明 聰明... 就是這樣 結束了我這個 所謂的被詐騙的故事 OK 但是裡面還是 蘊涵了我非常多的智慧 所以就兩萬多 沒有拿回來嗎 又提一次 對 我是財經儀 我要再說一次 我是財經儀 不要騙一騙 我一定要想想... 你要再加Line 我沒有跟你加Line 不管什麼照片都不是我 我要問一下高興 包括其實我們都是這個 也算是被害者 現在詐騙這麼長久 到底該怎麼做 警察都不能幫忙嗎 像這種東西 我們警察裡面 我們講的一個叫未遂犯 就是犯罪未遂 比如說我告知你 H我要去你家偷東西 我已經跟你講了 但是你聽到了 可是我還沒偷啊 但是我就知道你的作息 我們喝酒之間 我知道H作息 他凌晨十二點不在家 在外面喝酒 我要去他家偷東西 但是他去報了案 他跟他講的 去警察局報了案 我還沒偷啊 我沒有罪啊 但是你平常 你明知道我要去幹這個事情 而還沒發生這個未遂 但是現在發生的這些 報案的這些詐騙的案子 講實在 警察不能這麼跟H講 警察必須要受理 受理就是說 你基本上 你還受理一個備案 起來說什麼人什麼時候 人事實地位來報過這個案 因為他曾經 因為房子租的問題 到現在還沒有解決 應該要受理 正常是應該要受理的 而不是跟你勸說一番 讓你回去自己再想辦法 那再來 所以很多你的影片 或者是你自己私人的個資 被拿去盜用的時候 你去跟警察局在講的時候 因為什麼 還沒有被害人出現 就是說還沒有錢 被騙到這個帳戶裡面的時候 等於是什麼 沒發生 但是等到一發生的時候 你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現在台灣的詐騙 屬於高科技犯罪 因為這些高科技犯罪 就是都還沒發生之前 他是已經埋下一個陷阱 在那邊等著你掉下去 那你還沒掉下去前 等於是是非題 你掉下去才有案 你沒掉下去就是沒有案 好 這是神鬼交鋒嘛 我們接下來是一章的故事 我覺得賽斯 也滿詭異的 你不是被這個感情所詐騙 你是被一位張先生 騙了七千多萬 對 來來回回家 下一次七千多萬 財力如此雄厚 也沒有啦 他用什麼方式 可以騙你這麼多錢 我想問你是加入財經儀的那個 賺到這麼多錢 再想第三遍 那個LINE群都不是我的 我現在沒有任何LINE群 沒有啦 就是因為這個張先生 是從工作上認識的 對 然後也是認識十幾年的好朋友 那我以前都是很相信好朋友 然後因為是自己家人 很厲害會投資 然後我就跟著投資 一點點一點點 然後才累積那麼多財富 但是問題是說 一開始他只是說 我帶你去吃飯 然後聊天 然後可能會發個案給我做 有時候好 先聊 然後聊完之後 他就說那吃飯 但是我之前去大陸工作的時候 就是都看到老闆都是簽章 有沒有拿信用卡出來刷 都沒有 因為就是月節 然後在台灣也有這種方式 然後我被嚇到了 然後他又帶我去名表店 然後又挑個名表 也是三四百萬的 也是簽一下就可以帶走了 我想說 這個老闆怎麼這麼厲害 然後他又號稱他是 新竹望竹 又認識江蕙的經紀人 然後因為跟演藝圈有關係 我就會比較詳細 然後再加上他做法 會讓人家覺得 你知道好像真的還滿有實力的 可以投資看看 一開始他就說 那你先投小錢好了 投個一兩百試試看 我說好 那我就投個一兩百 因為我就告訴我自己 就是說那我可以退休 我想退休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 就告訴大家 我四十歲就想退休了 所以四十歲之前 我都很努力 好 然後最最後 他讓我繼續投下去的是 他在我面前就突然打了一通電話 給外交官 我說連外交官都投 真的外交官嗎 對 日本外交官 直接打 然後我就說 連外交官都跟你有關係 那這更牛了 我就想要跟他合作 然後他就說 他就跟外交官說 我現在差兩百萬要投資 什麼時候可以拿來 然後他說 下午幾點幾點去哪裡拿 他就馬上拿到兩百萬現金 丟在你前面 告訴你說 這是我的投資的錢 那要不要投 我說好像可以投 我就投下去了 但是投下去之後 好 有一點小獲利拿回來之後 他突然就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再繼續投 我說我要投什麼 他後來叫你投飯店 月月潭飯店 對 因為它有一塊地 然後因為那時候就是 疫情之前 光光都很好 然後我就覺得光光都很好 投地好像會賺錢 而且又蓋飯店 他說那可能獲利就是 三倍到四倍 他說你要不要繼續投 我說好 那我投 我慢慢投 你不要急 我慢慢投 然後他就說 好 那我也是 他也是先給我看到他的獲利 可能拿了一張九百多萬的支票 現金支票 各天就可以兌現的 我說 這樣可以 然後就趕到銀行裡面 我也去問銀行就是說 這張支票是真的還是假的 他給你九百多萬 你的獲利嗎 對 目前 銀行說這張支票 是可以兌現的 是百分之百是真的 我說好 那我先放 重點是什麼時間兌現 兩天後就兌現了 然後他在要兌現的前一天 晚上就打給我 然後他說 我被綁架 我說 這兩天劇情急轉直下 對 我想說 為什麼會被綁架 然後他說 可能就是自己愛玩 然後賭博 賭書錢 什麼之類的 然後被黑到早上 然後他說 那你可不可以來數我 我說我為什麼要數你 我說我賺到這錢就好了 我幹嘛還要數你 他說 我是你的合夥人 我現在出事情 你一毛錢都拿不到 因為是他去跟外面廠商 對接不是我 他就說 那你要不要來數我 是 我說 然後我心想 好吧 要不然我後面的獲利都沒了 然後我又想退休 然後我就問他 你到底在哪裡 我把那支票去銀行 又取出來 銀行就說 你確定你要取 我說 對 還有用除 贖金這麼剛好就900萬 900多 就剛好那一張支票 拿這麼巧 繼續 對 然後就給他 然後就去拿 然後我有看到他也被打 他就綁匪 要贖金 不要個整數的 對啊 因為我就剛好一張支票 就全部給他 還要嘛 開個一千萬 讓你多付個一百 然後他就 沒有 那標價999什麼 大家比較容易買單 果然是財經儀 不是我 沒有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 那相信他 然後他也被打得鼻青臉腫 然後哭什麼的 我說好 就相信他 然後就投了 然後就還給他 然後他確實就 當天就被放掉 然後隔幾天他就說 那就900萬 就算你在加碼投 我說好 那就算我加碼投進去 你也說好 不要啊 因為有看到後面 有日月潭 有光光放電 可以賺錢 你不覺得這些太詭異了嗎 錢先進帳 要投再說 那後來什麼時候才發現 有問題 就是因為他是新竹人 他說他要在台北 住房子 住飯店 他說因為現在他就是 沒有什麼錢不能住飯店 他不是手頭很厲害嗎 對 我當初我就想 你不是手頭很厲害 當免美國外交官 對啊 我就想你為什麼要來找我 然後他說 他說你可不可以先幫我先墊 一個月 租飯店的錢 我說一個月 那我說那錢 你要怎麼還給我 他說那就先當投資 就是我日月潭的投資金 又繼續加碼 我說這個連飯店錢 都付不出來 你不覺得很怪 但是不到一個月 我又看到一個四千七百萬的支票 然後這四千七百萬的支票 是我們賣日月團土地的 先第一筆 可能像類似人家說的定金 然後就上面是寫我的名字 完完全全都是我的名字 然後我就說好 那就能更相信他了 我說反正都我名字了 然後我又想去問了 然後我去問銀行的是說 你這沒有蓋公司大小張 你在幹嘛 雖然他上面有公司抬頭 但是沒有公司大小張 你在幹嘛 我說對喔 沒有公司大小張 因為已經很久沒拿支票有沒有 突然就 我就打電話給他說 你這沒有蓋公司大小張 可不可以幫我拿回去蓋一下 他說可以啊 拿給我 拿給他的時候 他就說 不然你就繼續投嘛 我說又要投 就越投越多 然後投到最後就變成七千多萬 然後找到他的時候 我就會說你要不要來找 要不要給錢了 因為我說土地已經賣掉 我已經知道了 我說那是不是該還錢了 對 你們是中間有簽約嗎 說的這些 有 然後也因為他因為這樣子 用我的名字 去找很多人來投資 因為他說你是名人 你找人家投資人家 比較相信你 所以我就說 那為什麼要用我名字 是你的人 又不是我的人 然後他就告訴很多人說 清廷哥哥也有投 你們也快點來投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 我背了七千多萬 我還背了很多官司 因為他用我名字去騙錢 就... 這跟剛剛我講的三方詐騙 差不多一樣 你放鬆了 放鬆了一百倍 多你一百倍 對... 然後現在就是 我有跟法官說 就是我也是受害者 我真的是受害者 然後我也跟那些 被他騙的人說 我說你們這都很算很小比 我說我的更大比我更痛 對 本來想退休 但是因為一個 也是一個貪念 變成人生沒有退路了 怎麼辦 先進廣告 好 七千多萬 其實這筆錢 本來就可以拿來做退休了 很多人一輩子都賺不到的錢 就這樣子被騙了 對啊 有拿回來嗎 最後... 最後是沒有拿回來 因為也去告他 然後別人也告我 然後台灣的法官司說 證據不足 然後就不起訴他 然後就覺得 台灣的法律怎麼都在保護壞人 對啊 然後因為這件事發生之後 我自己痛苦一年 然後每次去海邊 就默默會走到海裡面 我自己不知道 是我家人都會說 他就叫我說 你怎麼走進去 我說 有嗎 然後才看的時候 原來都是水 失魂 失魂落魄 失魂 辛苦這麼久 辛苦十幾年的 積蓄都沒了 真的 對 然後又感覺又 眼淚又到我家人 然後就覺得很痛苦 OK 然後又不能跟人家講 跟人家講 人家就說你很笨 對 我很笨 但是花了七千多萬 上了這一課 真的很笨 很貴的學費 對 這個時候你就要認識一個 願意幫你出錢的女生 對 那剛剛要一下來 要認識十個才夠 對啊 一百個 一百 對啊 對啊 那這個壞蛋後來 還有主動找你 有 他就是又打電話給我 然後第一個我就說 他想跟我借錢 我說我沒錢可以借你 然後你先還我錢比較實在 他說我沒有錢 然後我也沒辦法還你 好 就掛掉了 隔天又打來了 我媽媽生病在醫院了 你可以完成她的願望嗎 我說為什麼 我要完成你媽媽的願望 不完成我的願望還我錢 他說我媽媽的願望就是 你可以放下這件事情原諒我 我說那我媽媽不會原諒你 我媽媽的願望 你要完成我媽的願望才對 不是我完成你媽的願望 我說等你可以還我錢的時候 請你再打電話給我 我說如果都不行 請你都不要跟我聯絡 我說我就當這一筆錢 我是學費 你還當學費 告死他 告不了 台灣法官就說 敗訴 政治不足 這還有功利正義嗎 來 問要高刑警 你說金光檔的案子 你也處理過 我親自辦到一個 金光檔的案子 其實早期在金光檔 因為很多跟類似 像現在被害人 跟早期的被害人的心態 都是一樣 只是早期的被害人 是阿公阿嬤 都在傳統市場 那金光檔很多 是一個男生搭配一個女生 那個男生如果長得 像一群那麼帥 他假裝舌頭吞出來 當白癡一樣 當傻瓜 就會騙那個阿嬤的 他都會注意鎖定好這個阿嬤 手帶桌子 帶佛珠 還是帶十字架 他都會鎖定 鎖定好了之後 不管是看到阿公 帶勞力士鑽錶 那些等等的 反正你一看 就是很有錢的那種型的 他就會搭檔 一個搭檔 兩個搭檔 就看到鎖定著這個阿嬤 就跟阿嬤拍手 拍手 阿嬤 阿嬤 剛剛你買的那個菜 你那個錢五百塊 還在賺錢 五百塊還在賺錢 那錢錢還給阿嬤 阿嬤心想 對 我剛剛有買東西 也不會去翻皮包有沒有調出來 就說 你那個年輕人 怎麼這麼誠實 很乖 他說 現在鎖定這個 我不知道要怎麼賺錢 不知道怎麼幫忙 你可不可以幫我想辦法 那個阿嬤想說 我五百塊你都會還給我的 就會問我什麼事 他說他是一個 有一點弱智 可是他手上抱了一包錢 兩三百萬 真的 好可憐喔 好像 兩三百萬 這錢放在那邊有點可惜 那這個案子為什麼發生呢 因為就是他被害人的家裡 來報案 那我們就去受理之後 就那時候沒有監視錄影帶 什麼都沒有 沒有攝影機什麼 完全你調不到 那阿嬤就想說 這通知他家人就好了 阿嬤 這樣好了 我們把他送到警察局 通知他家人 我這樣功德一見 那他會給你十萬塊現金 阿嬤說我不用了 十萬元 那就從他這邊包包 拿十萬 十萬 十萬現金 馬上丟到阿嬤的手上 阿嬤拿到手上之後說 拿到十萬塊 真的 現金十萬喔 就陪著他說 好 阿嬤 我們來拍出手 走到菜市場門口 馬上第二步 他們的計程車就來了 那也是他們的計程車 三個人一上計程車之後 阿嬤 裝傻的那個人 他說 你要騙我的錢 你這個派人騙我的錢 要騙我的錢 阿嬤說 我不會騙你 我們現在要來警察局 你要騙我 旁邊那個就三封電話說 沒有 阿嬤 我們領給錢看 我們的錢比他多 阿嬤就回到家裡去 把郵局的城 偷偷引出來 你看 我有這麼多錢 我不會騙你 阿嬤不會騙你 頂來騙車之後 兩百萬還給了那個阿嬤之後 到了警察局旁邊 真的... 在警察局旁邊 門口的時候 阿嬤就跟阿嬤講 阿嬤 你十萬塊 給你的孩子 積功德 你還做好事 讓你的好子孫 這十萬就是要 讓你驚父 讓你的 阿嬤心裡好高興 兩百萬再又賺了十萬塊 又救了人 那一下車之後 計程車開走了 阿嬤打開一看 裡面兩包共堂 然後金門共堂 錢被吊包了 那被吊包了 回家不敢講 不敢講 那因為 兒子看阿嬤每天愁眉苦臉 為什麼 老母親每天這樣子 講出來 這個案子講出來之後 我們就跟著 到郵局去領前那個 監視器 調到了那個計程車 一查 查到了他們那一組金光檔 他會騙你不會是一個人 就包括 你被騙的七千萬不是一個人 他是一整套的人 還有H被騙也是一整套的人 那一整組的人 他有扮演這個A角色 到Z角色都有可能 所以他只是其中的一個 他都會觀察你 在你身上你花得起 或者是你的財不露白 就是這樣 你錢財露出來了 那早期阿公阿嬤被騙了之後 回到家裡不敢講 會怕沒面子 兒子會罵 孫子會笑 鄰居會笑 所以悶悶不樂 憂鬱寡 所以我們破了這個金光檔之後 抓到了很多被騙的阿公阿嬤 到了他家去 沒有...我沒說錯 錢我沒有 我們也不承認 在兒子面前也不承認 所以從那個時候的 單純的騙是人對人的騙 完全陌生的騙 到現在的騙是科技詐騙的騙 那完全這套騙 從以前抓到金光檔 他是判什麼刑 罰錢 免官 到現在最重的五年 判一半 關三年 太輕了 三年之後你關 一年六個月交保 天啊 所以 關那邊一天 不知道賺多少錢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我今天講的這個意思就是說 很多詐騙的 從幾十年前到現在 一直在更新 我們一直覺得很小心 這個事情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可是當發生在我身上的時候 你會說為什麼 怎麼會 為什麼 你滿腦子之後為什麼 可是你沒有去想到這一些人 他詐騙之後 他再繼續騙著下面 那一個人的時候受害者 你再提醒都沒有用 也許現在真的 某個角落還是有人 一直持續在騙騙著 好 我們其實已經 事情上我們節目有名的 一個理財專家 他就跟我講 光他一個人在某個分局 他一個人的詐騙 一個月一千七百萬 被騙的金額 所以非常的高 因為現在會透過一些什麼 Line YouTube這個平台 大家會覺得 這怎麼可能是假的 拜託起來 詐騙廣告因為我付錢 他們還是讓他上 所以大家會分辨 我們今天謝謝大家 血淚的分享 我覺得一切都在於 人心一個可能貪 想要更便宜的房租 然後想要這個 更好的報酬 會早點退休 想要一個更便宜的 這個剪接成本 但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免費的最貴 多多谷歌 多多跟朋友討論一下 那千萬不要再上當了 我沒有下任何廣告 不會加你Line 不要再被騙了 拜拜 今天心裡也不是 過敏 我沒有下降 問你 我們看到 也沒有下降 爬 我沒有下降 我沒有下降 會 錄 感谢观看